以命長 以命長 以命長壽 聽說吃一顆長七年命 吃夠十顆 就一百四十歲命 吃兩顆夠 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今天來到身後 是雙巾 我們今早睡醒 打算再去一些郊外旅遊 去一些我自己都沒什麼去過的地方 雙巾這個地方 我對上一次來已經是二十五年前 沒錯 在我十四歲的時候我來過一次 我們身後面這個是老子站 我們在這裡 坐一個站的 我們坐一個站的 藍車上去一個叫做 大涌谷 還是大沖谷的地方 其實我還在想著那個字 意思來講就是 它有溫泉湧出來的山谷 所以你們常說應該是大涌谷 但是呢 那個字應該是質如沖 所以應該是大沖谷 但是我們現在坐一個站 上去上面 我們要去那個位置 就是大涌谷 大沖谷的那個車站 但是呢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開車停在那裡呢 因為實在太塞車了 所以我們停下一個站 再坐這個 纜車上去 三個人 來回捐 七千五百人要三個人 哇哈哈 你看看 剛才如果我們開車 你開這邊呢 你看看塞車塞到 那些人全部在塞車上去那個停車場 剛才我們就是為了避開這個塞車 所以停了到下面 是正確的 選擇是 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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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沖谷 大涌谷 我都未知那個字是涌還是沖 吃黑色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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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勉強叫我講到 好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號地點 歐瓦克打尼 大家看到上面出煙的那些,全部都是硫磺的溫泉 那就出煙吧 這個位置呢,幾十年應該沒變過 我印象中我十幾歲的時候來過,25年前 原本早兩天都還很暖 今天呢,大風到 你頂部會吹掉嗎? 不會吹掉吧 今天呢,溫度只剩14度 再加上我們那個飆高 有一點點高嘛,這裡是飆高1100多米的 所以氣溫比較低一點 但是還沒煮到去到冬天那麼冷 現在氣溫就有13、14度左右 而且最重要是因為今天陰天,沒有太陽 那是有名的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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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奥仔 而且呢 錄影一直在錄影 我不會再錄影 麥姨好人 幫前面的情侶 年輕情侶幫他們拍照 我們坐下一次拍照 我們又叫人幫他們拍照 我們拍這顆大蜜谷的彈 你們兩個人在一邊 我站在後面 這顆雞蛋 每個人都要拍一拍 這個是 真的嗎?真的嗎? 真的嗎? 其實應該要站在這邊拍才對的 明明那個大俑在後面 但為什麼每個人都是站在那邊拍的 那個背景在這邊 有沒有這三個字 不是,有的 他就是反過來拍的 我也是反過來拍的 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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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人都反過來 全部人都 剛剛那個人就是拍後面 那是停車場 後面是停車場 我想是我們才發覺 我們才發覺到 突然間按大煙 你看看這個 果然是 旅遊區 剛才我們就是想上來拍這個停車場 沒有可能停車 塞了很久都上不來 那現在前面呢 就應該是有 點賣 黑雞蛋 這裡最出名的 不,媽媽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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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命長青 黑雞蛋 嚴命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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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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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命長壽 聽說吃一顆 長七年命 這樣吃夠十粒呢 豈架 說一百四十歲壽命 吃兩顆蚊 富士湘根医窦國立公園 好久不見 你看卵ソフトクリーム 卵ソフトクリーム 卵ソフトクリーム? 你現在卵吃得到嗎? 對 好,拜完神了 可以是時候吃幾粒雞蛋 長壽了 Yamai-san,我們看節目 要不要吃雞蛋 對嗎? 要不要吃雞蛋 要不要吃雞蛋 我們都要吃雞蛋 好,請 大枠蛋的名物 黑雞蛋 你看,Hello Kitty 完全把他的靈魂出賣 無論在什麼產品上都可以看到 黑雞蛋也有句 你死了沒有 好了,食物買了 黑雞蛋 這粒是我剛才跟你說的 吃一粒長七年命 應該是熱的 暖的 暖的 開上黑雞蛋 真的有殼 要撕的 那些殼放在這個袋裡 那些殼放在紙袋裡 對 放在紙袋裡 黑色的殼 但裡面白色 裡面的蛋 我以為連蛋白都變了黑色 原來外面的殼是黑的 不行 跟我的預期有少許出入 有點誤導 有少許誤導 我以為蛋是黑色的 什麼味 跟一般家裡煮蛋 沒什麼分別 不行,我先吃一粒 沒理由的 這粒東西 我想每個人摸完之後 都是在想 為什麼裡面是白色的 但是 普通的煞蛋 哈哈 你不懂我講 好,我們繼續走開 嘩 前面那個 纜車是直接在 在流氓氣體裡面走過的 我們去走一站之前 先看看紀念品 然後我看到有一個紀念品 很厲害的 我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 金銀前歸 就是390日圓 但是它裡面是什麼來的呢 它裡面是有個5日圓的銀子 然後再加上兩隻 所謂的金銀前歸 5日圓的 賣390日圓 這些就是做生意景 這些就是做生意景 生意高手 哈哈 厲害 好,我們剛才上面 坐完纜車 回到山腳下面之後 現在我們來到一個叫做 鮮石園 蘆葦草園的地方 這個位 是非常之漂亮 好有 好有 一些日本武士的感覺 因為呢 它是 有很多的蘆葦草 好像之前我們打的那隻 那隻叫什麼 那隻叫做 對馬戰鬼 對,對馬戰鬼 它不是經常都有些對決位 就是這樣 有很多的蘆葦草在後面 這個位置是很漂亮 但是呢 後面的停車場有點貴 1000日圓停一停 早知道停下七仔算了 停下七仔的話 不用另外給錢 不過算了 這些東西 來一次的就是這些位置 走過去就要走回頭 繞一圈 其實為什麼你這麼喜歡蘆葦草呢 漂亮 可愛 漂亮 是嗎 如果拿回家做光花 就這樣 有什麼這麼可愛 我喜歡去這些 哈哈 現在馬尼先生呢 就專業去幫人拍照 哈哈 我們也是 就是有些中途呢 看到有圖人想拍照 那麼我們 其實我們一向都是很 很樂於幫人拍照的 那這個位置呢 其實挺漂亮的 真的 那但是呢 剛才我們問了 在那邊走回來的人 就說那邊什麼都沒有的 那我們不走到那麼遠了 我們在這裏就回頭了 餓了沒有 找點東西吃 可以吃 嗯 就馬尼先生 沒有任何東西 就開始了 咖啡去嗎 沒有 OK 去吧 好啊 我們來了一間叫做富士健cafe的店 這裏呢 應該理論上來說 是可以很清楚地看不到富士山的 但因為今天天太多暈的關係 是看不到的 哈哈哈哈 我們吃一點點東西 然後之後 就回家裡去Gamation 嗯 喂 食物都達 我吃這個漢堡包加薯條 馬尼先生也是 馬尼先生也是漢堡包薯條來的 然後我媽呢 吃沙律嗎 是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串我啊 是不是串我 是不是串我 應該很好吃 好美 啊 你看看 大家都肚餓想吃東西 但這個人是要拍照 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沒辦法 對 唉 你看 大家都肚餓想吃東西 但這個人是要拍照 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沒辦法 啊 哈哈 哈哈 吃什麼啊 煮蛋 哦 煮蛋 我吃了 昨天的日子是餐廳 Jay-san 我喜歡 媽媽 我喜歡 好啊 經過了一天的州居勞頓之後 是時候在家裡煮晚飯了 媽媽煮的這個是青椒肉絲 然後媽媽又負責煮這個 什麼雞翼 煎雞翼 嗯 是啊 在街上無論是吃多好吃的都好 都是在家裡吃飯是最好吃的 啊 用個 蛋 雞蛋 不用拿 對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天了 是很普通的一天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出去周圍走 去一下郊外 我們真的整個星期 只是去過一次 稍為叫市區一點點 其他全部都是郊外地方的 不過 這樣就最舒服嘛 不過那麼多 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們先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看過這條影片 都認識到一些新的旅遊地點 的話 希望下次大家 可以跟著 嘗嘗一起去吧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先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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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